很多兄弟经常私信季小军说 我们球队一打全场就不会防守 球队也没有运动能力出色 速度快的优秀防守球员 只要对手随便一突就防不住了 今天季小军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值得借鉴的体系化防守战术 Pikeline Defense 这套战术可以帮助那些没什么天赋的球队 来与强队抗衡的一套战术 建议分享给队友们一起练起来 这个战术的中文名字具体叫什么 季小军也叫不上来 有网友叫他收缩防守 这样翻译感觉没有错 但又显得不够体系化 不是很贴切 我认为他属于在不放弃盯防 有球队员的情况下 所采取的压缩式协同防守 不过本视频我们就不去纠结他的名字了 我们只需要关注其战术的实质就好了 Pikeline Defense 是由迪克·贝内特 在历任的接锁大学任教时 为球队打造的一套战术 是人敌人防守的变形体系 效果非常的好 且获得了很不错的战绩 后来很多其他教练员也开始学习运用 好了 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战术 关于这个战术的初始落位大概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三分线内有一条假想弧线 红色防守球员们主要就在这条线内落位 进行防守配合 这也是他的名字由来的原因之一 这个战术在队员们半场落位后 要求时刻盯防对手的控球队员 其他4名队员在距离篮筐16英尺的 假想弧线内进行协防 第一 攻防转换的原则 在攻防转换中 Pikeline Defense的原则就是 直接回撤 不用对球进行紧逼或限制 先回后半场落位再说 第二 防有球和方切入 对于有球队员要一直给予对方防守压力 对于进攻球员切入负责定防的对位队员一定要进行贴防 直到对方移出我们的范围圈 在三分线一步以内会进行大量的协防与双人夹击 坚决封堵向内突破的空间 严禁对手在中路进行突破 总结 一 面对有球队员 时刻要盯防他 无论他是在内线还是在外线 都要给予对方防守压力 二 如果无球队员是在假想线外 防守队员不用盯紧他 但需要在假想线内帮助队友协防 三 紧防无球队员切入接球得分 如果无球队员进入假想线内 一定要注意防盯人 不让其接球 防止空切接球得分 第三 防三分策略 这个战术体系是迫使对手在外线投三分 整体上看 针对常规球队还是非常划算的 当然 如果对手是勇士这样的球队 面对的外线是库里这样的投射型球员要慎用 面对外线三分最常用的策略就是赢前防守 能干扰多少就干扰多少 不以封盖三分投篮为主要目标 第四 防内线策略 传球给第一位球员之前 要迫使对方尽量离开篮下两侧地位 并可以进行四分之三绕前防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